嘿 啦啦啦 這個是比開樂透還重要喔 關心這一生的桃花有多旺 來看麵盤 千萬不要錯過 剛剛有人說他已經錯過了 千萬 我們要看 我們這樣 夫妻公的三方 我們用淨純的麵盤來看 比如說夫妻公在這裡 那麼所謂的三方市政 就是對公的事業公 再加上遷移公和福德公 這叫做三方市政 四個公位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找出來 我們是桃花的三方市政嗎 對 沒錯 我們再來看所謂的桃花星 主要是說在這幾個公位裡 有哪些桃花星 桃花星分為主星和輔星 其實各位要很清楚 主星比輔星重要得多 一顆敵五顆 一顆敵五顆 對 很多人往往把紅鑾 天使以為是大桃花 其實不對 重要是上面的這一排 老師 好 我們這樣講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三方市政找出來 如果有一顆主星就 對 敵五 就是五分好不好 對 沒錯 其他的小星就有一分 小星有的是一分 有的還扣一分 為什麼呢 我們來簡單說明一下 比如說我們看這幾顆 蓮針 灘狼 老師等一下 我們自己對一下 你敢對一下你自己 蓮針 來 我們用淨純的來對 你看 淨純的 福氣宮 你看他的命宮有灘狼 對不對 他的福氣宮是不是有蓮針 是 所以對淨純來講 他這個桃花星 主星已經很強了 對嗎 分數已經很強了 是 我也有兩顆耶 我也有十分耶 當然啊 蓮針 紫薇 灘狼 然後我們再來看 比如說這幾顆 蓮針稱為工作桃花 是跟事業有關的 桃花通常跟事業有關 灘狼稱為交際桃花 通常跟人際關係有關 太陽稱為朋友桃花 通常來自於所交的朋友 而且太陽還是一個很好的紅娘 天童稱為被動桃花 所以在古時候比較重視天童 因為古時候希望女生乖乖的 灘狼就覺得太強烈了 現代人自由戀愛 天童反而相對就弱勢了 比較不夠主動 不夠開朗 像太陰也是屬於被動桃花 可是下面的這一排 輔星他會增加或者減弱 上面這個桃花的力量 上面是一分的 或者扣一分的 扣一分喔 主星怎麼扣分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文昌文曲 這兩顆桃花星 其實各位看到 我們還是用靜存的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 有十一顆桃花星對不對 你看我們靜存有 蓮珍 文天玺 文曲 有紅鸞 有文昌 再加上他的命功的貪狼賢齒 十一顆之後他有七顆 這個人桃花夠不夠多 謝謝 謝謝 小姐 你真的有些 我媽在生我的時候 應該自己滿開心的 對… 你散伴 沒錯 這種一看命盤 就是家裡坐不住的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要看 剛剛我們講 比如說紅鸞跟天玺 他都在夫妻宮 所以這兩顆星 我們一般稱為正桃花 就是他基本上的桃花 是希望結為良緣 以婚姻為背景的 但是像閒池和天遙 一般來講反而稱為放縱桃花 老師 那閒池可以等於閒濕嗎 可以啊 所以你知道嗎 像通常的貪狼閒池 要不是在演藝圈發光發熱 要不然就是當酒店名花 就八大堂夜 可以混得很好的那一種 八大堂夜混得很好 閒池這顆星也就是 現在閒濕就是了 對… 你很煩耶 還多濕濕都來了 沒錯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在現代人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放得開 你放得開敢於表現自我 其實它並不是壞事 所以其實並沒有好與壞的問題 對 就敢穿C型褲去參加辣妹型賽 類似這樣的一個角度了 真的尷尬 真的 一個不小心變蜘蛛妹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這十一顆桃花星 它的組合就形成了 每一個人的桃花的模式 就會變得不一樣 他要找到跟他適合的人 在適合的場合 這時候他的桃花就會變得很好 而不是說好或壞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 天遙閒時並不代表壞 其實不要害怕 很多人害怕說 老師為了這顆會不會 會不會紅杏出牆 我說簡單 你把你老公看成 你的外遇對象就好了嘛 那為什麼要一成不變呢 對不對 有的時候反而太正經八百 失去新鮮感 老師那你這樣講講得容易 你其實問題是 很多官朋友 老公都看了幾十年了 怎樣是看到他可以外遇 有沒有 關燈 關燈 關燈自己跟自己玩 那這幾顆桃花心講完了裡面 我們在看呢 所以呢 再來就是桃花開的時機 對 什麼時候開 都有心要看落在哪裡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桃花心在落入你的流年 或小線的宮位 像我們以前我們都在講流年 流年 比如說今年 我們還是來看我們的膽固醇的 好 命盤 你看今天他的命盤就灰灑灑 一大堆的這個都跑出來了 是是 比如說今年是醜年 牛年 所以今年的流年是在這個位置 有一顆天桶 這也是個桃花心 對吧 但是呢 所謂的小線是指你實際的歲數 一般來講是從你的生日 農曆生日開始起算的 並不是所謂的虛歲 比如說那淨淳今年18歲 那麼我們就要看這個地方 18歲是破均 好了 老師你已經說完他今年18歲 那我們現在再說一個 太白賊了啦 比如他今年大概在另外一個假設 好 比如說他今年20歲的話 好煩喔 20歲的話就跑到哪裡去了 但是我們不管是走在哪一個宮位 我們一樣就是找出這些桃花心出來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 比如說了 剛剛講蓮真這顆心 例如說假設他28歲的時候 或者40歲的時候 或者16歲的時候 這個蓮真我們剛剛講是工作桃花 其實就表示在工作中容易碰到 合一的對象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比如說如果他今年走天童 天童金童就比較被動了 他主動反而找不到對的人 這個時候他反而要裝一個乖乖牌 這時候就對了 是 所以像這樣的新鮮的解讀 其實就是包括我們的桃花 以及他桃花開放的方式跟做法 這樣我們對於命盤就更了解了 大家可以統計統計算一算 我們桃花什麼時候 自己種了幾顆心 真的 來來來 好 圖板請放下來 昕妮已經沒有機會了 目前是 妳都已經有家庭有孩子了 好像事業上有 把它轉成事業桃花對不對 對 昕妮就是說妳身邊有很多的 所謂的敗犬的女生 其實生活都比盛犬還要精彩 那妳也覺得反而長相普通的女生 異性緣特別好 我跟你們講真的 情人節的時候 我都是跟美女一起過 因為他們都沒有對象 漂亮的女生沒有對象 然後變成反而都是最普通的出去玩 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有幾個助理 然後每次情人節 因為我那時候先生在中部嘛 情人節的時候或者說特殊屆日 絕對是裡面條件最特別的先走 就不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人都陪我在辦公室到我下班 才離開 我就說我們在辦公室好奇怪喔 年紀最大的先跑出去玩 然後最小的留在辦公室沒有跑趴 對啊 所以 是喔 對 所以我覺得桃花與否啊 其實跟外型不是最重要的 跟外型沒關係 那跟什麼 對 我覺得跟個性 就是說有的女生她會去傾聽 她會去懂得體貼 那種比較會吸引男生 可是妳這個說法比較是 重量不重質吧 對不對 量 第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是因為 就我們男生的心態 因為漂亮的女孩子 大家都覺得說應該有男朋友了 很難追 很難挑戰 對 所以我們都不願意去碰 但是唯獨像很醜的那種男的有沒有 因為她怎麼樣都碰壁 所以她就只想說 反正這種漂亮 反正我一定會失敗 反正我一定會失敗 不過試試看 所以漂亮的女孩子 她最後結婚的對象都是醜男 都是長得最好看 對 對 你們回去看看你們另外一半 你們就知道你們自己的長相是怎麼樣 真的 真的是絕對是這樣 可以 你老婆很漂亮 對啊 很好看 那就是你 當初很多人想追 但是又不敢追 我就 你就是來好嗎 我就怕死 我就怕死這樣 比較不怕死 然後我就去追就追到了 來…問一下葉莉 葉莉 因為本身是記者嘛 那你身邊有很多 這個有一個單身的記者朋友 同時有十幾個多金的男人在追求啊 對啊 這一段一定要澄清喔 這個記者不是我們公司的妹妹 否則我們公司的妹妹看到這一段 會想要拿刀砍我 然後說她非常有手段 對 應該這麼說 像剛剛欣妮 你不認識 因為像剛剛欣妮說 欣妮說 不要講的是誰 他講這個記者是包含雜誌啊 或什麼的 電視台都有 我們先講最近不是有一個 台灣的女記者 跟大陸的一個婦商結婚嗎 然後叫江澄慧嗎 是 台灣這女記者也是 哇 就碰到了 來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說 我們外表要維持一定的條件 你真的是不能長得太奇怪 或太邋裡邋遢 但是就是說像剛剛欣妮說 她覺得最漂亮的女生 反而沒有人追 那我自己覺得啊 我自己的觀察是 我覺得懂不懂得把握機會 然後你願不願意主動出擊 是你會不會有 結交很多男朋友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像我剛剛講到的那個 就篤林哥講的那個例子 其實這個女生她很有趣 就是說她不是那種 長得非常非常漂亮 你第一眼看過去 你會覺得她是個大美女那種型 可是她很可愛 非常的可愛 然後笑起來很甜 但我覺得她最厲害的一點 就是說她就是懂得 把握每一次的機會 我舉個例子 我跟她一起去參加某一個婚宴 那因為我們都是跑財經的嘛 那剛好有一桌就是 全部都是那種單身貴族 然後有幾個是外資券商 那個年薪就是五百六百萬起跳 那像我們大家就換換名片 你好你好你好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位子 繼續喝喜酒 那她不是啊 她交換完名片之後 她會說 比如說陳 陳大哥我剛好有個專題要做 她說我可不可以明天打電話 給你請教一些問題呢 那通常對方就看她可愛嘛 就說好啊 好啊 結果呢 後來半個月之後 就聽說那個外資分析師在追她了 她們兩個就已經開始在交往了 我說其實她是非常非常懂得 把握每一個機會的一個女生 那我再舉個例子 等一下 所以就是女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一般都是鄭仁金這樣採訪 她會採訪的時候 她會邊放電 所以 或裝可愛 你知道我以前的工作啊 立法院很多夫人 為什麼每天要進立法院 其實在 等一下為什麼 好精采的故事 很多委員的夫人 每天要進立法院 來 先進皇后法上回來 莫非燒光